最喜歡做什麼呢? 打下羽毛球、游下水、玩足Ian 挺開心的 不過好像是普通的 他們想不想知道我們香港的四位代表 在7月8日參加Bootcamp特訓營的時候做了什麼? 想呀想呀 是不是有當日精彩片段看? 真聰明呀 馬上有得看 其實幾位代表去特訓營之前 大會另外安排了一天課程給大家 首先請朱維德先生講解一下香港歷史和文化 讓他們可以更加深入地介紹香港給其他國家的朋友認識 要進入熱帶羽林就當然要了解多些羽林的東西 所以就請來長春社的Litter姐姐和Karen姐姐 分別介紹羽林生態和去到香港的室地作實地考察 正懷首創造未來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幾位代表在特訓營會唱歌呢?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四位未來之女明日少年計劃的代表 Michael、Amy、Samatha、Katy 聯同兩位計劃大使方力生和司徒歲奇 一起參與外展訓練 鍛練體能和自信 還有彼此合作的精神 不行不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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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或者可不可以去到上面 不要手拿著先 喂Michael 你有沒有聽Katy說的 你明知互犯的 哦 一時反應不切 互相合作才可以幫到全組人過到這個木馬 其實大會就是想四位代表 透過不同的室外活動 鍛練不同的技能和伸手 攀石就可以令他們明白彼此信賴的重要 大家接下來就要鍛練一下膽量和團隊精能 有什麼活動可以挑戰他們的膽量 沒錯 就是跳碼頭 大家千萬不要看上這個碼頭 有六米高 相當於三層樓那麼高 不知道他們跳完有什麼感覺 喝水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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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就是 酸酸的,沙油和鞋子 我胃痛,不過為了一隻佛 撐得出海,當然要努力 快到了,大家想辦法用盡所有材料和承索 來抓這隻木筏 看來真的像模像樣 不知道教練又怎樣看呢? 教練好像不太看好 先試試試看 說個浪漢,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沒辦法了 哎呀,時間了 就算浪漢的,也要頂硬上的了 起碼在大家的努力情下 看他浮不浮到對面 1、2、1、2、1、2 大家都很冷靜 大家都很聽大家的說話 雖然自己有時會害怕 但是都會很信任他的隊友 將他自己,整個人都可以 交給他們,信任他們 所以這件事很值得 就是我欣賞 加油 其實信別人是很重要 但其實信自己也是很重要的 你們之前不要覺得自己是想不到的 不要覺得做不到的 比如你們去到也是 我覺得去到,覺得是應該自己做到的 就是永遠都是正面一點 想到自己做到 這樣克服前面的困難 這樣其實就行了 經過一日多年 這一真正的書所代表的不單是大家的努力 同時是代表著他們已經準備好 型的未來的挑戰 多日的節目和活動真的很豐富 我想四位香港代表 一定學到不少食用的知識 你說得很對 因為親身參與 學習就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我知道今天四位代表 就會前往沙巴的熱帶雨林 嗯 嗯,台灣姐姐 有沒有他們出發的情況下 想知道很容易 只要留言 我們下星期五播出的 未來之類明日少年計劃 知多一點點就可以了